而原本4号就要召开的花莲县议会 第20届第4次临时会 因为海溃台风肆虐造成花莲灾情 频传而停班停课 所以就延到了今天5号才召开 而县政府这一次临时会 原本送28项的议案与预算送议会审议 但在上周五程序委员会时 议会程序委员会发现 县政府追加减预算错误百出 遭议会退回 而今天一早一读会时 只有27案分别交由小组审查 花莲县议会国民党团召集人吴东升表示 县府应该检讨 并指出这些预算中有许多 是因应去年0918地震灾后 附建的追加经费 希望议会能够先审议 还有花莲市集区的志鸿石建设 有援助民族部落居住环境 与无建站的改善计划 还有中低失能长者机构的安置费 从阳节礼金都是攸关 县民百姓生活环境改善的基本福祉 本席希望这一次临时会 能够将符合程序 但是文字需要修正的追加减预算案 在送进大会逐案审查 以上请我们的议长来做财事 但是议长张俊认为 县府今年的追加减预算 不只是文字戳漏 白黄皮两本预算书的科目 内容与数字竟然都不笼 所以才会退回 让县府修正后再送议会审议 对就是对错就是错 那我们这一次既然错了 赶快改正 赶快把预算书改正好 赶快送进来 在这边真值这个没有用啊 没有你听我说一下 因为在程序委员会里面 很多议员都不在现场 也不了解整个事情里面的 很多也不了解 我想是不是请秘制长再来说明一下 因为你程序委员会 只有我们议会32席里面的11位而已 那议会是合一致的 那也要尊重我们啊 是不是这样 那何必立这个程序委员会 程序委员会刚才很多也有提到 程序委员会他是针对我们 开会里面的程序 那你们意思是说这个完全都要废掉吗 那你这个发延宪议会要做什么 我没有说要废掉 我刚才也没有说要废掉 我之前请秘制长再说明一下好不好 不要再说了 赶快改改改改送进来就好了 希望程序委员会也可以尊重我们大会所有的议员 好不好 我们也是32席议员 不是只有11席的议员而已 各位议员还有没有意见 那这个20 县府提案27案交互小组审议有没有意见 好完成一读 海魁台风 豪大雨 重创花莲 北浦青年住宅 电梯竟然成为水帘洞 在今天的议程中也成为了临时动议的重点议题 县员张美惠 杨华美 邱光明 郑宝秀 林延傅 魏嘉贤等人 都认为青年住宅至交屋后漏水事件拼穿 分明是涉及不良 这个大雨这真的是让我们觉得 花莲县政府你们的解决问题的诚意跟态度到底在哪里 我们每一次去就是说踢皮球踢皮球踢皮球 这一次你看看住户的电梯漏水 一楼店面漏水 那还有二楼的走廊漏水 户外露台积水 地下厅车厂淹水 这么多观光我会就整理出七大项 你们知道被笑称水帘洞那个西洞的电梯 我的朋友住在那边 我那一台那个电梯 那只电梯我坐过非常多次 我想请问一下 那这个会不会有漏电的危机啊 县府建设处长邓紫瑜也会应指出 这次的海魁台风在花莲的强降雨 实在是出人意料 建设处会尽力协助住户与管委会督促建商 改善相关的问题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导